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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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鷹 你要賣多少 來啦來來來來來來來 看了啦 賓士車頭 有沒有 非常的霸氣 商務車 結果一看側面 怎麼短短的 有沒有 看頭好像很嚇人 你懂嗎 實際膨脹技術很小 膨脹以後 肥肥短短的 2016年的這台車 很少啊 觀眾朋友有福啦 又有新東西可以看 這個是一個賓士的算什麼 商務車啦 應該我覺得比較像貨車啦 大概就是賓士當中的 Toyota當中的 Enoma 這個很少見啦 它叫做Citn Citn 怎麼念來啊 Citn 它叫112啊 我記得它有111112 然後這個是L的 它有分長軸跟短軸 但是長軸還是很短 欸這個很屌欸 來來來看一下 來來看一下 直接就先讓你們看好不好 來來看一下擋霸 看一下擋霸 等一下又有人在講說 那媽的排檔桿就排檔桿 什麼擋霸 走路的啊 走路啊 走路的 這個看到了就high了 開心的是還不只這個 這台車 跟大家講 老粉 我跟你講已經就知道了 這就是當初應該三四年跑不掉了 賣我們納智傑S3手牌的 同個人 車主他當初賣那台車就是去換這個 欸三四年就這樣過了耶 應該四年有了啦 宜萍搞不好還不知道 我們有收納智傑的手牌過對不對 好像沒有 你那時候連看都還沒有看 你連小吃汽車頻道還沒有訂閱 還沒訂閱 你那時候還叫媽媽10塊 塑造宜萍是富二代的形象 沒有在10塊的啦 那個媽媽10塊是你們窮人的 宜萍沒有在跟媽媽要錢的啦 媽媽不三十又問錢夠不夠 一直嘟一直嘟 夠不夠不夠 不夠然後一直塞一直塞 怕你餓到嘛 有沒有那種感覺 要把怡婷收到成富二代 會更討厭喔 想想還蠻感動的 我相信如果 從那個納智傑手牌那時候 有看到現在的觀眾 應該也要覺得很感動 你就如同陪著小吃一起成長 還有小吃汽車頻道一起成長 對不對 當時這樣幾年前孤 然後客人換了新車 到現在又有孤 一孤再孤 大家一同成長啊 那這個 相信那時候你的小朋友 如果剛出生 現在也三四歲了 廢話 蛤 是這樣嗎 在非洲每過60秒 就過了一分鐘嗎 對對對 在台灣每過7天怎樣 就過一個禮拜 唉唷 唉唷 你把胖胃Candy一邊 只能一邊開嗎 有有有 所以當初就是要出來跟那個 Candy拼的 不要再唸Candy 他沒有N 這跟LBX其實有點像 要唸X 就是我有時候聽到人家唸Candy 我都很受不了 你就想說 它裡面就沒有N啊 這個Scap有人唸Scap Sc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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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停過啊 變歐洲車喔 島嶼Ireland Island 對啊 變Island 哈哈哈 欸 那這一邊就可以貼廣告啊 不是通常都這樣 除蟲大師嘛 抓肉高手 對啊 抓肉達人啊 紙肉專家 紙肉專家我啊 但凡有漏水 這個獅血少女 你有漏水的問題啊 歡迎波打以下專線 我到時候印在這邊 找二樓師先生 印一個我穿高中制服 卡其服的大頭照放在這邊 紙肉達人 要除蟲嗎 哈哈哈 回歸主題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台車 跑幾公里 跑五萬八啊 五萬八喔 他就買新的啊 這個當初都是貿易商引進的 這個總代理沒有進 然後呢 他這台車還有一個很特別 今天看小師長姿勢很屌 它這個是旅行室活動波道輪椅區 福子 福子車 很屌 到時候我們先看一下 車況 其實這種老客人 不用看了 對啊不用看了 好啦還是要 水一下時間 好不好 水一下時間 我們先看一下板件嘛 里程少了嘛 板件我現在看OK了 拉門拉一下 哇你看它這個椅子 是可以這樣掀過去的 它把背平都帶來 有耶 有沒有 我記得是這樣 搬這個吧 遮起來 然後 扳 旋轉 哇 可以這樣轉喔 旋轉 跳躍 然後輪椅就可以推上來 輪椅推上來以後 這邊有這個勾勾 防止輪椅活動把它勾起來 哦 你知道那意思嗎 有耶 它當初它S3會換這個 就是因為要在 家中的長輩 對 所以它就用這個 OK 反鍵兩個沒問題 這個車主我記得是蠻顧車 它那時候那台S3 還有去跑過利寶 真的假的 它不可能開這個車距離跑 開這個 對不對 那不是以前的遊戲ID 上面騎野豬賽跑 騎輪椅賽跑 有沒有 以前那個遊戲ID 不是都有這種的 對啊 吳淑貞站起來 我不敢說 我剛才有想到 那你說的 你要說去用岩上 我剛才有想到 但是我沒有想要說 不是啊 不是啊 以前我打現在遊戲 真的有啊 遊戲會有公平對不對 公共頻道嘛 對啊 那有人在北方草原 打倒 比如說大野狼 然後就會 跑出來 吳淑貞站起來 打倒北方 平原 大野狼 你有沒有跑過 有啊 類似的啊 很多啊 看它這個 這麼小的引擎盤 還有油壓頂桿耶 果然是Benz 可是我告訴你 你說實在是Benz 這個當初 我記得它是跟 學鐵龍合作的 好像是同體盤 應該幾乎裡面的東西 都是一樣 因為我剛剛 亂了一下 我發現從它上面 可以看到很多 學鐵龍的影子 例如說 學鐵龍的這個 三個東西 都是做黃色的 學鐵龍都會有一些 圓形 火圓形的元素在裡面 我記得賓氏那個時候 水箱應該不是這樣做 付水箱嘛 所以它應該很多東西 基本上這一台車 我敢說 雖然是說共用合作 我覺得有70% 應該都是學鐵龍的東西 只是改了一個Benz而已 你摳摳看啊 摳掉就變成學鐵龍這樣 不可能摳掉啊 好 那你乾脆叫我拿下來裝便當 可以耶 這本來就有山菜啊 山菜一湯嘛 對啊 山菜你哪有花澤類的朋友 陪你去看流星雨 我站著地球上 欸這台鍋 欸我小時候多紅耶 沒有啦 那二十幾歲 我以前剛才有看螺絲嗎 唉唷 好 螺絲都好的 那個葉子板都有賓氏的mark 對啊 電動滑門就是要看它的螺絲啊 焦條跟它的螺絲啊 螺絲 螺絲 滑軌這個要修 它是一定會換的嘛 那它比較通常固定的是這個嘛 在上面 螺絲在上面 還有這邊啊 這邊有螺絲 喔 所以它沒辦法這樣啊 而且啊它的後窗 不是電動窗的 它的後窗是蝴蝶窗 我等一下再開給大家看 我先把板鏡看完 你熟 好 喔它那個時候叫112 112 對代號叫112 然後螺絲都好的 來這台車特別的地方在這裡 你看 它蓋起來你看不到對不對 你看這邊 喔它是那種 欸這是 可以打開嗎 它就是這樣 就把它推上去 就把它推上去 你看那邊兩個勾子 這邊兩個勾子 好輪椅就可以推上去 然後用勾子固定住 這蠻特別的啦 我們那時候去看那字節車展 它有一台什麼 URX是不是 這台車最大的賣點 其實它就是多功能的使用 那它這個斜坡板的話 它還可以再拿下來 它可以做扶椅車 啊推輪椅 推輪椅上去 所以這個配備是選配的還是 原廠標控 只要是任何版 它這個就是標準配備 就是標準配備 然後這個收起來的時候就這樣 兩個把手 翻起來 折起來 然後這裡這樣拉著嘛 喔其實蠻方便的 喔它還有幫這個輪椅做安全帶 這是來台灣之後再加裝的 然後這邊有個滅火器 喔這邊滅火器 你看它裡面很多元素都很像血氧 像第一個光這個椅子的做法 就很像血鐵龍 因為血鐵龍從以前喔 一直很喜歡去做一些 這個室內的椅子的變化 法國很喜歡做這些 雷諾啊 血鐵龍啊 標誌啊 他們都很喜歡椅子 可以在那邊線來 編來編去 774是九種變化組合 可以繞過來 可以大麻將這樣 繞成面對面 有的沒有的 對啊類似這種 他們很喜歡用這種東西 它這塊你看它是後來才加出來的 它為了要修改這一邊嘛 所以這來台灣改成福祉車 這個很特別 但是有用處的就用得到 沒有用處的 你買這個坡道也沒什麼用 那我們用得到 我們 我本來想說 欸這個回來可不可以 改成露營車 好像還不太行 我們最近都在想露營 每一台車買回來都想說可以露營 我們好多車可以露營耶 我們有瑞斯 G500 康S 每台都想要去露營 現在再弄一台來露營 到時候我們露營一個車對出去這樣 一個人睡一台車這樣 很棒耶 類似這樣 它為了福祉車 你看又多了一截出來 所以它變很長 這個國外齁 我記得 它還有對開版本 對開冰箱 你知道嗎 好我這樣為大家演示 大家看得懂嗎 Seat Town Tourer 直接可以翻開 又一個法國元素了 為什麼要 法國車很喜歡在油箱蓋上面做鑰匙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法國人很喜歡偷油還是什麼 Toyota 真的啦 以前的那個法國車 我記得標誌好像也是耶 你要加油 你要下車插鑰匙 好麻煩喔 真的真的 以前很多車 尤其法國車很喜歡做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應該一定是跟國情有關係嘛 油腸被ㄎ還是怎樣 我也不知道 還是不要亂講 你有克制就好 好看一下外觀先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霧燈有一點白霧啊 有 大燈還OK 這車頭很像我們路上看那種 Vcar那種有沒有 結果我現在一看 怎麼短短三小台 這個在國外其實賣很便宜 這當初 賓士為了要做平價車引進的 國外售價你知道這 當時一台多少錢 多少錢 80 來到台灣你知道台灣 160啊 我記得開價是188 你花188萬買一台人家80萬的東西 不是啊 我們不是在講他怎樣 現在是每台車都這樣嘛 通常S國外可能賣二幾萬而已喔 日本是不是賣二幾萬而已 可能二三四 沒有 不要亂講日本停售沒賣了 不要亂講 對 人家連賣都不屑 不是啊 他是因為之前大發的事情 所以賣不賣 看外觀的部分 雖然有點髒 我記得那時候他S3也蠻顧車的 也不算超級顧啦 但是他是對車有一點興趣 會小搞搞 會自己洗車 會動動吸弄 我覺得 多多少少對車有一點點的 喜好 那都髒而已 顧得不錯耶 連保桿都沒有什麼髒耶 他自己顧得不錯 不錯耶 這洗一洗應該很亮喔 外觀都沒問題啦 車頂 這車頂比較高 我上去看一下 沒有 沒有錄到 我先講 當初國外80萬 我剛剛講了 他們在國外 等於他是在賣零力威力 湯S的概念 小貨車 商戶車的概念 來台灣 變變 身份地位喔 馬上翻倍 再翻倍 好不好 他這個是1.2手排的 國外當初有1.5的柴油 也有1.4的柴油 甚至現在最新款 應該還有做電動 賓士味都飄出來了 很濃齁 很濃 濃濃的賓士味對不對 手排 我跟你講 賓士手排齁 為什麼我看得很開心 賓士 但凡只要有出手排 都是很經典 伊莉莎白啊 對啊 那個伊莉莎白那是 睽違20年賓士又引進手排車 就A250手排 所以我那時候有什麼限量幾台 我就訂了 有沒有 後來從那個時候我才發現 其實很多年輕人都不會開手排 所以其實手排的A250不好賣 2016年那時候我買那個手排A250 其實他不夠直覺 什麼意思 他科技相關的主被動安全 介入太多 電腦介入太多 所以你的油門反應啊 轉速操控換檔操控啊 其實不直覺 那個車我覺得不太適合跑賽道 除非你把所有的監控系統 全部都拿掉 然後呢 之前我印象當中 我有看過的手排車 賓士來講的話 在台灣最早最早的這個 看過C-Class有手排 W202吧 很多都是從美國引進的 還有最早是那個 1901嘛 那種就有手排 2.3手排啊 16V 那很久了耶 1990年左右吧 88年到90年左右吧 都塑膠的 因為商務車都很便宜啊 然後你看這個門把 這一看我就覺得不是賓士的設計 這一定是法國人的設計 他們才會設計那種圓形投圓形 我剛剛是不是有講 你看包括這種把手 賓士不太會去設計這種把手 這一定是法國人做的 有沒有 這個椅子就比較不一定 因為它這個布看起來就是賓士的布沒有錯 賓士比較低階容不已的布就是這種布 哇 我把它發動好了 好不好 好多圓形喔 而且它有估過的 蛤 兩間啊 有估過的才 也正常 都比三家 很多客人喔 來 估車嘛 他說在外面有沒有估過賣多少錢 我沒有估過你第一間 然後一上車 全部都名片 你知道嗎 有的甚至行照的袋子一拿出來 裡面插了好幾張二手車上個名片 你知道我們常遇到 這個不要唬爛 那估過就估過 打給他們說 你有沒有性經驗 沒有你第一個 很重要嗎不重要嘛 對不對 重要的是我們現在真心相愛嘛 對嘛 對啊 到底幾個 到底幾個 好 發動 我來看這個發動要不要 踩離合器 你猜要不要 我猜要欸 欸不用欸 賓士DJ也是這樣而已啊 不然咧 你看所有的東西都沒有什麼飾板 連這個全部都塑膠的 連這個飾框都沒有 拍檔桿也是整顆塑膠射出的 你看這邊有一個置物盒 好大 可以藏 很深耶 裡面可以插一支散彈槍 等一下 散彈槍是最近的那個 把玻璃射出 對啊是最近的那個 啊怎麼沒鏡子啊 這邊有而已啊 副架才要照 而且連燈也沒有啊 啊這全部都塑膠的啦 全都塑膠 啊有啦 有一塊小皮在這 我幫我扶手 這邊有個小杯架 看這個杯架Size 你覺得可以放一下什麼 檳榔杯 是檳榔杯而已是不是 啊有啦 這有Bluetooth MP3 還有藍牙欸 3.5mm的 這還不錯啊 這還不錯啊 這很簡單的那個設計 這種轉盤設計 冰式也很少看到 這真的是超低階的車款 6速嗎 7速 寒稻檔 寒稻檔 白癡喔 我發明了梗 你媽的亂弄啊 好啦全部都塑膠 好 後面的話呢 我把這個繞回去 真的還要翻才可以繞回去 欸咻 欸 椅子就這樣喔 這樣不能再退了喔 真的假的啦 欸它椅子就這樣固定了耶 欸而且它下面沒有支撐耶 欸它好薄喔 對啊沒有任何可以 可以 椅背躺的東西 或是 調整前後的東西都沒有 因為它直接是固定在那裡的 對它就是固定只有一個軸 然後讓你可以轉過來這樣 所以它這真的是商用車啊對不對 喔欸而且人座正正的 正經為座 喔對 我要開這個蝴蝶窗 它這沒有那個電動窗 它是蝴蝶窗 它怎麼 最開了看 哈哈 最開了啦 它只能開這樣喔 就這樣啊 很小欸 有沒有 這以前那個Lupo你知道嗎 Lupo你知道嗎 Lupo小改款就有蝴蝶窗 欸福斯喔 2002年小改款 對福斯Lupo 好陽春喔 碰墊耶 你看它碰墊 頂是碰起來的 哇它有很多備品 它都在 天氣濾網啊 它有很多備品 雨刷的備品喔 高級 Bosch 不是Bosch 雨刷 它這啥 指紋 Blue Print 喔那濾網啊 它是有多愛換濾網 欸它濾網有夠多耶 這裡有 這裡還有 喔 每天要換濾網耶 很在意空氣品質的 對啊 沒什麼好看啊 東西都很基本 你看它這個 我怎麼打不開 快炮開啦 靠北啦 那是不是兒童安全鎖 應該是 它怕貨自己跑走 靠北啊你 哈哈 人家是載輪椅的 那是貨 你講話耶 不是 我沒有說是輪椅啊 它也不只可以載 輪椅以外的啊 啊這裡啦 靠北喔 喔 它有安全鎖啦 欸吶 怕遇到你這種白目小孩 看 開什麼阿法啊 你到90歲都可以坐耶 對啊 欸 有道理耶 對耶 這台車一路可以讓你坐到90歲耶 對啊 現在你先回去載你的小朋友 對 以後等你老換你的小朋友開這台車載你 你在後面坐輪椅 啊 阿時間到椅子翻一翻 整條長的還可以放進來 哈哈 是這樣 整條 整條 身後的時候幫你講好了 夠長嗎 確定 不然我們來開一個關係企業啊 不然現在呢 我們開放集資啊 這個 2016年的 賓士的 到底怎麼唸啊 Seaton 這個 多少錢呢 其實 但是我也不知道 講那麼久 啊當初這個是這個老客戶啦 我記得我好像跟他說四十幾萬吧 我亂報的 真的假的你先騙過來再說 我問你我亂報 我報太低他會來嗎 不會啊 他車上可是有兩張名片 車上的名片 所以代表我報高了 對吧 你是第三間 代表我是報高了嘛 不然他怎麼會來 我先去了解一下客戶的狀況 反正現在目前看起來啦 這個板件都是原來的啦 輪胎是21年的 等於用了兩年嘛 兩年多 然後這個 我覺得內裝都不錯啦 里程數也低 外觀也顧得不錯 他真的也沒有什麼傷痕 真的第一次遇到福祉車嘛 那反正好像要扣也沒什麼好扣 又有老客人 我這人我跟你講 對老客戶我就是 七七八八的 今天我相信應該不用來回糾纏 不用糾纏 不用 不用打那個叫什麼站 持久站 車輪站 沒有車輪啦 從頭到尾都我一個人 打一下車輪啦 阿信 阿信 接受阿信 阿信 阿唷 現在這七七八八簡單處理一下 我來去跟客人了解一下 好 搞定了啦 已辜了啦 你為什麼要強制我要在屁股的地方 這樣跟畫面才會一致阿 欸他四個鐵盤都新的耶 他真的是蠻固扯的 他都有在正常包一樣 該換了他就換了 好四萬多就換鐵盤 你太早了吧 他是拿這台車去北家 真的去開立保了 老人家在後面會拿去 也靠要 不要拿人家的長輩 你笑那麼大聲 不是 太荒謬了喔 他當初買的應該是外匯車啦 也買蠻貴的 也買差不多一百萬嘛 我在猜 他是沒有講的 所以現在剩四十幾萬 欸這個就很像以前的那種 你知道以前的雷諾紅龍 你知道嗎 那種車型現在越來越少的 現在真的剩KD而已 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也蠻帥的阿 你現在開一台紅龍出去還是很帥 後輪傳動的 還有小天窗的耶 不是那種紅龍耶 不是那種紅龍 短褲的 對 好 最後呢 我們2016年的 這個第一次買福祉車 是賓士的 C湯 我每次都念得怪怪的 這個1.2 手排 汽油手排的 不是柴油的 最後已估的價錢是 45萬元 在這邊跟大家分享 好不好 分享 我跟他收個好價 因為他去外面估都沒估到這價 從S3開始給了我 這些流量話題性一直沒有到現在 對不對 又給我一個新的話題 對 就是人跟人之間的緣分 好 那最後呢 這台賓士車 也希望有興趣的觀眾朋友 好 到時候上架可以來看一下 一台可以開到90歲的車子 不要害怕死亡 死亡只是怎樣 面對下一個 下一個階段而已 喔 下一個試煉 人 來社會就是 來到這個社會就是 體驗人生的嘛 對嘛 人就是這樣嘛 貪生怕死嘛 貪生吃嘛 對不對 害人之心嘛 曾經 我茫然前行 阿三米的路上 哇 真的耶 欸 行照的人 哇 行照 行照的人啦 行照拿出來啦 行照 發意金庫 世界無敵大美女徐海莉 Fail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